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日快乐 我就觉得可能是一辈子 可能就是一个人 我已经决定我们年少 我今天真的持出了受理 我就是拍照片 然後自己一直在臉上 融融印度加起來 然後變成了一個新的生命 那這個新的生命是 送出來一個更大的 一個無限的一個可能 一送二二送三 三送萬物 融融和印裏的家 就在三影堂的邊上 每天融融和印裏 都要沿著這條靈音大道 在他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之間 來回好幾趟 這段路程不過三百米遠 只需要短短的五分鐘 而從最初的想都不敢想 到如今日漸豐滿的夢想 與幸福 他們卻走了幾十年 融融融 融融 18年出生在福建漳州 平和縣的一個小鄉村 二十歲的那年夏天 一台租來的海鷗相機 讓屢次與專業美術院校 擦肩而過的他 看到了新的希望 因為那個照相館 似乎是每一年的春節的時候 他們到我們鄉下 來拍一些紀念照 所以我就對那個相機 當時有一些印象 所以我就租那個相機 那我租那個相機的時候 當時是其實還不會用 我就問他這個 就怎麼用 然後他給我寫在一個紙上 就是說光纖 速度 室內室外怎麼拍怎麼用 所以我就是按照他寫了回來 然後拍 就拍攝了拍我妹妹 第一次就感動了 就是因為我拍的東西 然後沖洗有那個影像 所以那個時候 我真正就被他抓住了 從那之後 我就是決定要有一個 自己的照相機 從此 榮榮的人生 就和影像牽扯在了一起 在隨後的三年裡 他訂了中國當時 所有的攝影雜誌 到北京學習攝影 為照相館拍婚紗照 幫劇組拍劇照 給報紙拍名人 榮榮開始了艱辛的闖蕩 1993年 榮榮住進了 位於北京城郊的東村 那裡房租便宜 也是早期漂泊在北京的 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的聚集地 身為其中的一員 榮榮開始用相機 記錄和思考東村和她自己 在東村之前 其實我也到處跑去拍很多東西 就是比如說去拍風光 拍長城 自己騎車很多地方 西雙版納都去 哪裡都拍哪裡都去 就是自己去走 也是找很多 就是繞很遠的路去找 但是當在東村的時候 我就覺得一下子就是沉下來了 然後跟我自己的生存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我開始考慮自然的一種狀況 還有對就是自然的生活 還有跟藝術的一種關係 跟攝影的一種關係 就是人的這個處境 五湖四海的藝術氣息 汇聚成了東村獨特的滄桑味道 而這種味道 在當時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 還顯得有些刺鼻 一年後 融融和那群藝術家們 就不得不搬出那裡 東村消失了 但融融的相機 卻見證了中國實驗藝術萌芽 時期藝術家的掙扎 痛苦和渴望 也形成了它第一個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攝影作品 是 離開東村後 融融搬到了北京的城中村六里屯hn 这里是东村被驱散后 艺术家们新的落脚地 也是他们和国内外学者聚会的场所 此时的荣荣已经完全抛弃了 曾使她在主流摄影杂志和官方展览中 赢得一席之地的时尚摄影风格 她用自己的构图和叙事方式 寓意社会变革中人的生存境遇 灰溪就是在东村被解散之后的系列 就是北京的一个很多房子拆迁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生活 还有生存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慢慢开始去走了很多地方 一天都是在这个城市里头 就是逛啊逛啊 然后看那个房子拆迁的一些情况 所以就去开始创作这个系列 在那几年里 荣荣还拍摄了《婚纱》《碎片》等作品 都与废墟和《死亡》的主题相关 这些手工上色的黑白影像里 充满了焦虑 悲伤 孤独和不确定感 这也是荣荣当时的心境 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孤独 因为可能到了那个一个年龄的一个阶段 然后我想表现这个跟那个 其实跟那个 应该也是跟爱有关系的一个主题 那个时候很庞房 对 所以《婚纱》是表现得更绝望的一种题材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就一辈子 可能就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人 1994年 应里从东京写真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成为朝日新闻的一名肖像摄影师 但从小的孤独感 以及内心与工作的矛盾 让应里过得并不快乐 因为是我已经那个时候想要 那个时候也是自己的内心表现的一个方法 不是只是表内心的东西 我先接受以后才能可以拍到你这边下 这样的过程 然后呢每天拍太多人 因为有时候我这个人不想拍 但是要拍 那就是慢慢就是自己的矛盾 应里辞去工作 但空洞的自由更让她感到恐惧 她创作了《灰色地带》 《1999东京》等一系列作品 这些作品虽然充满财气 却透着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彷徨 真的那个时候是没有未来感 然后也没有什么希望 所以自己的人生啊 生命感啊没有什么希望 那个时候 我拍的东西是也有一只只的通知 那样就是基本的一个单代舞 那个人就是自我这印象不为大 见他以后 所有的人都喜欢拍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英里在寻找着心灵的解脱 但精神和身体却依然分裂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她甚至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作品 英里太有内心 太接近自己的 那就是我害怕在看 我那个时候不会跟别人焦虑 如果焦虑就吵架 太想自己 就是不能接受别人 不能接受第三个 我跟宋银 其他全部是好像不接受 我跟宋银